好 我們再來講一個故事啊 有一個人他家裡 他每天睡午覺 結果他家的一樓屋簷下 那麼有一個燕窩 燕子生了三隻小燕子 呱呱呱呱一直叫 他在睡午覺吵什麼吵啊 他就很生氣 睡不著就拿個樓梯爬上去看 三隻小燕子等著母燕子回來 他就跑到廚房 拿了三根小辣椒 爬上去有一隻燕子給你丟一個 那個燕子呱呱呱呱哇 死啊 臘死了 破掉了 哇 這下他好睡覺了 他以為沒事了 後來他結婚了 生了三個小孩子 三個出生 三個連續都不能講話 各位 現世報了 在法劇集裡面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養牛的人 母牛生了小牛以後 後來小牛一隻不見 到處找到處找啊 找到山上 結果找到山上 剛好有一位比丘啊 老比丘 四位阿羅漢 剛好在煮他的衣服 因為我們出家人要穿壞色衣 把好的衣服加薑啊 加墨汁啊這樣煮一煮染色 他在煮的時候啊 這位釣牛的問了 師傅師傅啊 你有沒有看到一隻小牛啊 師傅說沒有啊沒看見 他看到師傅在煮東西心裡想 搞不好在煮我的牛肉欸 說沒有 他說要去翻 師傅說你翻嗎 那是我的衣服啊 結果一打開 不是衣服 牛肉 那個阿羅漢都愣住 怎麼會變牛肉 那個人就抓著他啊 告到關庭 所以阿羅漢被關起來啊 關起來徒弟就看到師傅啊 你怎麼被關啊 到了第三天 那隻小牛找到了 那個養牛呢很不好意思啊 跑去關府那邊 對不起對不起 不是這個師傅偷了 我誤會他了 那個做官 好好好 我明天就給他放了 結果到了明天 朝廷的命令 要這個做官的人去報到 他就忘了給他放 所以老阿羅漢在那邊 被關了六個月啊 他出來以後徒弟就問他 師傅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羅漢說啊 沒辦法啊 我雖然做阿羅已經成就了啊 我上輩子偷過人家牛啊 吃了人家牛肉啊 我衣服都煮成牛肉啊 各位 這就是夜報啊 我誤賴人家啊 讓別人六天不自由啊 所以我這輩子被關了六個月 莫名其妙啊 所以各位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的意思啊 再來 再來講故事啊 釋迦牟尼佛前世做一隻大魚 結果因為天氣很熱 結果那個魚池的水越來越乾啊 那麼 越來越乾以後 很多魚慢慢浮出來 很多動物就來吃啊 這些魚快被曬死了 那隻大魚不知道怎麼辦 那隻大魚就發怨 天啊 天啊 我從出生以來修持正道 我從來不殺不吃任何的小生命 希望我這樣子的心願 天啊 趕快下雨啊 一講完以後 天就下大魚了 各位 佛祖說 它就是那隻大魚啊 心的願力不可思議啊 就像釋迦牟尼佛曾經做一隻小鳥 這隻小鳥碰到了森林大火 很多飛出去了 很多在那邊掙扎 那隻小鳥也是發怨啊 怨我這一輩子所修的正道 正道 讓大火趕快消滅趕快下雨啊 那個時候一皇大帝 都給這隻小鳥給感動啊 下起雨來了 所以各位 今天你有什麼心願想要完成啊 你要用你的心去發大怨 一切一定可以如願的 再來再講一個故事啊 我講的都是真的故事啊 有一位降風法師 一心念佛 慈戒 這輩子不摸錢 他住在山上 但是他有時候下來啊 跟人家要點鹽啊 回山上煮東西 結果他每次下來的時候 山下有一些麵店 專門在賣那個扇魚麵 扇魚麵啊 他每次經過那個扇魚麵店 他門口就白桶魚啊 扇魚在那邊 然後降風法師每次都喊的 打殺 又打又殺的意思 打殺打殺 麵店老闆就看他一眼 和尚在喊什麼 所以降風法師每次經過麵店門口 就喊打殺打殺打殺 連續喊了三四天 麵店老闆就不理他了 後來到了第五天 法師又經過的時候 又喊打殺打殺 老闆就不理他 他就抱著那一缸魚啊 往河裡面跑 就給他倒下去 結果老闆一看到 很生氣啊 拿個東西 就要打法師啊 結果降風法師 在被打的時候 其他很多人看到 就圍過來 哎呀老闆老闆啊 不要打和尚啊 和尚慈悲啊 大家就出錢啊 幫忙降風法師還了這個錢啊 那麼讓他安全回去 降風法師回到山上以後 有一個不可思議的變化 從那天開始以後啊 他兩隻手會發光耶 只要有人生病 他摸一下就好耶 各位 放生的功德力啊 慈悲的功德力啊 不可思議 再來 還有一個經典裡面的故事 家瞻言尊者 論議第一的家瞻言尊者 有一天 他脱波用完災 在驚醒的時候 看到一個年輕的男人 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啊 再吃一隻魚 他把那個魚 魚頭先吃 把魚頭折斷 丟在地上 繼續吃魚身上的肉 那個時候有一隻母狗跑過來 想要吃那個魚頭 這個人還用腳踹那隻母狗 母狗趕快跑過來 又跑過來 又要吃 他又踹他 那個時候家瞻言尊者 在那邊打坐的時候 他就想說 他們這三者 到底中間是什麼關係 他是阿羅漢啊 入定以後一觀察才知道 哎呀 他一出定以後就想 哎呀 吃父親 打母親啊 旁邊的徒弟就問尊者 這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啊 那個男人手上拿那個魚啊 就是他過世的爸爸 腳踢的那個狗是他過世的媽媽 你看是不是 吃父親打母親啊 所以各位 從明天開始不要再吃父親打母親啊 大聖佛法的特點慈悲啊 慈悲就是眾生就是父母啊 不忍殺眾生 不忍吃眾生肉啊 所以經論裡面有一句話 一路低 一萬多 你用筷子夾一塊肉 你欠他萬萬再啊 還不完啊 一欄指責千面 你到市場比那隻雞給我殺一殺 你要做一千次的生命被他殺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 能吃素就吃素吧 但是 有一點我們必須要擺明啊 吃素不能吃蛋 很多人說師父你錯了 我那些蛋都沒交配 你要問母雞啊 不要問我啊 母雞生蛋是為了傳宗借代啊 被關一輩子無期徒刑 你吃它不慈悲啊